我现在逛了这里是沙河的万家 沙河也就这几天的时间清仓了 有些灯火已经放假了 100块钱三件 外套180 人真的是超级多吧 现在我逛的时候还是不到人多的时候 我现在这个时候逛的话是差不多到中午了 一般人多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钟这个时候 大袋一大袋的提着看来收获不少 这个时候过来是属于性价比高的 如果说你到最后那几天过来的话 那个时候是很便宜 但是有很多款式已经没有了 来这边便宜的话一般都是要用心跳而且也不怎么好看 稍微贵一点的话就会好看一点 去年放开之后的实体店货都是不够卖的但是今年有很多实体店说现在还是一物质的货 尤其是这种厚的这种羽绿服的话是特别多 这里有一个小瑕疵 脏一点的 今年跟去年有点不一样 因为去年很多人就是 前一段时间可能就是没有买到嘛 刚好是放开了 所以大家都一下子去逛嘛 而且去年跟今年比的话 今年大家实话说 拿货的数量整体来说要比去年多的 但是这个也不用焦虑吧 现在皮巴上我这边 他已经拿不到货了 你们实体店的 过年之前他会有一个望迹 什么样子的衣服都有 毛衣类的话是特别多 现在毛衣基本上都是100块钱好几件的 有些质量稍微好一点的话 他也是150块钱两件 或者是100多块钱一件 那种已经非常好了 这几天不单单是琵琶市场这边 外面坐车的还有是地铁那边的话 人都是特别多 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准备回家了 这个灯口价格实话说真的很便宜 但是每次过来都没怎么有人 可能就是看起来不乱吧 现在清仓的话 大家都是喜欢去那些很乱的灯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